我們大概已經來兩個小時 就是爬了一個小時 爬了很多次 而且這個 康人是有經驗啦 我比較不會爬這個 我都把力量放在手上 所以大家剛剛在最後面 我們在牆壁上的時候也明顯看到的是 是我先下來的 手比較美麗的 我伸不住 那今天那個順康大的舞台是有什麼 替身啦 我也不知道我來幹嘛 我應該是來告訴各位觀眾 因為我們快完結最終回 那最終回一定要把三個男生找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康人要PK金大花 那金大花最大的始作俑者 這個秦末把他弄成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三個男生特別在這邊 就是希望給觀眾在 最終回的時候有一點期待 這三個男人到底 有什麼恩怨情仇這樣 今天早上在幹嘛 是 但其實這場戲好像也是最後 今天的最後一場戲 今天要殺青 殺青 我要講一下那個殺青的感想 對 殺青 殺青的感想也蠻開心的 從12月15號開拍到現在 算5月15號 整整就拍了四五個月 那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大家感情都很好 每天朝夕相處 我覺得每次完成一部戲 都會有一種 都會有一種 好像告別的感覺 雖然我們一定會在合作 只是說 每個階段剛好一結束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心有奇蹟的感覺 那是我個人 其實我想一想 我過去好像兩三部戲 在最後的殺青戲 都是在我 我拍完的 所以我會覺得 因為我不太喜歡說再見 所以 對 總是會多少一點感傷 那 然後這一次就跟欣穎啊 然後大家一起合作 然後我覺得蠻開心的 對 剛剛講到說 就是 這一場 這部戲的最後一場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殺青 那其實我之前拍過很多很辛苦的戲 就譬如說 跳山谷啊 跳一些有的沒有的啊 打球的啊 衝浪的啊 或者幹嘛幹嘛 飛啊什麼的 但其實這個真的是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那其他的一些 運動項目或者是 這些極限是 有時候要克服一個心理障礙 其實是做得到的 但是這個我們有 剛剛看到我跟康倫在上面盪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有 就笑得相當的璀璨 對 其實我們克服 已經克服了心理障礙了 但是那個 真的我手真的是 對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 沒錯 對 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說 呃 大家就拍了五個月嘛 雖然我參與不是說 因為你中間出國去做其他手 對 對 那是重要的 嗯 但是就是 還是很開心可以跟大家合作 然後就是說 有一個優勢有終 然後希望說 呃 以後大家有機會 可以再碰到 可以再互相標示 然後做一些更多 更好的作品 欸接下來的劇情是因為 我要成全 成全 成全 吳康仁 成全 Terry 歐陽泰跟金大花 因為 林冠軍就是 他覺得他屌人當 他覺得他自己 真正在輪庄地產當總經理的原因 是因為 胡曉飛的關係 他總是一個男人好像 在別人 是女人的 庇佑之下 去做這個工作 他覺得挺沒保障 所以他願意把 金大花爛給 康仁 因為他是一個有為的青年 那是不是真的 真的 讓 不知道 所以讓觀眾繼續看下去